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超級藝人 這次為大家帶來 2021TSS超級摩托聯賽第二戰 激素爭鋒台日之戰2 這次我們主角群有一個很大的變動啊 首先是07王因為受傷的關係沒有參賽 旅場生左轉卻跑RC390 黃威亞改跑改裝400組 啊是有點可惜啊 不過換來的是全新的選手超新星 年級13歲的黃平鴻選手 第一次參賽400原廠組 側時就已經拿到56.1的成績啦 再來是沙長老將黃昊啊 有這兩位的加入猜想這次比賽應該是精彩可惜啊 大家好 我是31號黃平鴻 我今天幫MIT車隊跑TSS 冷視白族 今年幾歲? 13歲 是國中生嗎? 國中生 對 在西班牙的...算是Fortuna吧 去了大概九個月 九個月 學校... 就是先自讀回來再重讀 重讀國一 就是人家是國二我是格文鴻 排位是第一... 岡位就對了 是是是 第一次首次岡位 哦 我覺得最強的對手應該是黃昊從車隊的 可是他昨天一直甩車 是是是 然後還有一位日本選手你知道誰嗎? 小谷... 就最後一圈壓力大失誤了 被他超過了 你平常在西班牙練習都是用什麼車? 田達TDR300 TDR300 然後跑的場地大概是怎樣的場地? 就是...很多組合的 它是一個大場地 然後有很多個組合 所以彎道是常常在變化 路線會變化 回來騎小力寶 你的單圈很快耶 沒有啦沒有啦 有啦 與原廠400來說 56.3了吧 1我做過1 56.1 已經快要55了耶 原廠400組 這個大家沒有看過 那個坎很難啊 進去那個坎 你有看到31號嗎? Akosta 可怕的怪物新人 都是選31號是怎麼回事? 因為我有一次打Model GPA遊戲 然後我就選31號 然後我那時候剛好拿冠軍 然後我以後就用31號 來來來來來 你好 跟大家介紹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炸燃黃皓啦 然後今天呢 我們來參加TSS第二戰的這個 我比人是400 原廠組 他我就... 對嘛 大家可能有看過我的YT 我們就買了一台忍400 當生日禮物 老婆送的 然後貸款自己繳 你這場的對手有誰 你知道嗎? 我沒有啊 我們的黃品鴻小朋友 還有庚田 還有Sakito 黃品鴻 對黃品鴻 那這一站的話 就是參加我們 一樣跟我們車隊一起的 那他其實抱的是MIT Racing 但是他的車子也在這裡 對車子都是我們弄的 他人也在這裡 對人也在這裡 好 他就... 就... 我們各自努力啦 各自努力 該是誰的位置就是誰的位置 那你們之前為什麼又不拍啊? 哪有不拍 我們有拍第一站啊 哦哦哦 對啊我們有拍第一站 那是因為雞王有期 你們才拍的嘛對不對? 現在是續集了 好好續集看 那可以 謝謝 對 現在已經是續集了 我們等一下回去再找一下美強生 好 OK 但是我覺得他這一場實在是... 他那麼弱 你今天有看到他嗎? 哈哈哈哈 大家好 我叫更田 我比400元湯鼠 我本來以為我可能會被到B組去 因為來了有很多小朋友 就是位於我的年紀來講 他們都是小朋友 哇 可是比賽的條件有... 有一個是他們沒辦法有的 什麼? 運氣 我是老天的小孩 那你有吉祥戶嗎? 今天 有啊 哈哈哈哈 好 然後 昨天黃浩是不是一直甩車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所以排位的時候 我在他們後面差不多50公尺 然後開胎完 第一圈衝刺 我看我的表 五六五完 想說 下一圈應該可以更快 結果我下一圈 黃浩就在空中了 另外一個小朋友 我就騎了一個五六四 把我的肝胃刷掉 你說黃品宏嗎? 對啊 然後我就一直被趕上場 去騎啦 然後結果我一上去就紅騎 他跟黃浩躺在同一個地方 那你的日本好隊友咧? 小谷選手 他太有禮貌了 我昨天跟他後面騎 黃品宏在前面 他在後面 他其實有很多動手的機會 可是日本人就很有禮貌 他在最後一圈才很有禮貌的過去 對啊 就是 他跟黃浩的殺傷力不一樣 不是 黃浩是 他有一個決心想要進去 可是他可能沒有想到 等一下會怎麼樣 我們現在就是四個人搶三個嘛 好歹 有個杯子可以回去交差嘛 對不對 不要太囂張了 好三就對了 今天我有點害怕 好 好 好 你好 我叫小谷選手 現在是25歲 這隊名是幸福賽 超級摩托車聯賽第二戰 Super Stark 400 組即將開跑啦 究竟是我們草行星黃品紅選手還是沙場老將更甜於黃浩又或者是來自日倫的小谷選手能成為這次原廠400組的冠軍呢? 一起好好期待這些在場上奮鬥的俑者為我們帶來一場精彩絕倫的比賽吧! 重點亮起 彈的起跑 黃品紅的起跑很快 Sakido-san 看起來有機會直接超越流行軍 直接超越 我一起跑是第三 對 你第三 黃浩就在你後面 黃浩超過我 是的 在哪裡超過你 他在第四彎 他走我的 左邊 應該說第三彎他插我內線 你在內線 我在外線 你剛剛是不是講錯啦 不管啦 可是我沒有讓他過 他反角度的時候 因為他用二檔我用三檔出彎 所以他走第四彎的內線 四號是一個非常高速的左彎 是三檔四檔全油 全油嘛 我有感覺到我瞄到他的前輪 可是如果我直接進彎 那我們兩個就會 會碰撞 他是黃浩 他非常有種 我相信他會讀我美種 我真的沒種 我真的沒種 我們那個四搶三的組合 已經到第四了 而且說真的 我也不覺得我有這實力 可以超過他 所以我想說跟得起就好 第八彎的出彎 黃浩就 路邊停車 很煩耶 辛苦你了 第四彎被超越 到第八彎 這一段其實我的心情是很輕鬆的 因為你已經沒有頒獎台了 後面人又跟不到 所以你就悠哉的騎完 可是我只有放假到第八彎 運氣 運氣也是比賽的一部分 好 他很開心啊 他來比賽本來就很開心 比賽就是要開心嘛 但是至少有完賽啦 你有把他牽起來有把他騎完嗎 我有把他騎完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還第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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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1 8 這些成績 在這邊 哇 兩顆一雙雙轉倒啊 我一生就知道 第八彎 要出彎的時候看到 他們摔在比較出彎 黃浩是一進彎就摔 他摔在比較出彎 他就看到有車子在旋轉 哇 沒有拿過冠軍耶 好爽啊 我把對手全部處理掉了 把一個對手處理掉 順便把我自己也處理掉 然後就 我先失去前輪之後 我把他救起來之後 然後被小谷選手給撞了一下 我就失去了 我就失去了所有東西了 我的冠軍 我的手把整個都歪掉了 手把整個都歪掉了 沒問題 麥克風的鞋鞋 有點弄了 沒有問題 沒有 他整個手把已經離開那個 他那個桿子 手把已經離開了 那個桿子已經斷掉了 大概在排位賽的時候我就韓賽 撞到膝蓋 然後膝蓋就微微腫起 對剛剛那樣還好 我剛剛就想 喔 我被撞了 然後我趕快牽起來 然後結果那個手把已經斷掉了 我心想 喔NO 然後我叫超大聲的 然後後來就平復一下心情 去旁邊幫隊友 還有認識的人 在那邊加油 對 摔車就是比賽會經歷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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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恭喜得獎的選手啊 沒有得名的也不要氣餒囉 要像我們常常講的運氣也是實力的一部分 而且比賽就是這樣啊 常常會摔倒或是不小心撿到冠軍 練習有可能摔車受傷導致不能參加比賽 但是只要保持著熱情還有努力不懈的精神 一而再而三的練習跟給他報名下去 特性有一天你們也可以站上頒獎台的啦 我們TSS超級摩托車聯賽第三站 10月12到13號我們不見不散掰啦 10月16日 10月15年 20日 10月15日